中央设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新政院下将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需于两年内提完整调查报告以下为进转型正义条例大事迹 民国92年3月28日新政院检送立法院优先审议法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前身之一的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列为其中一案 但未能完成三读程序 101年12月14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前身之一的政治党案法草案首度由民主进部党籍立法委员尤美女等人提出同样未能完成三读 105年2月1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首度掌握国会过半席次党团成员开始着手草拟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105年4月1日民进党团首度提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整合过去有关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政治党案法草案首度提出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想法 105年6月22日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出审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全案提报院会 106年6月24日总统蔡英文出席国时官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开幕事实表示 转型正义奠基于真相而真相建立在档案上郭时官等点藏政府档案机关肩负重责大任会持续要求各政府机关配合政策持续推动档案 将解密工作 106年10月24日台湾戒严持其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荣誉理事长蔡宽玉拜会朝野立法院党团呼吁谨速三读促转条例 106年11月17日媒体报导致民进党团已不处理促转条例交换有关一例 一收在修正的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顺利过关 遭蔡宽玉质疑被判但相关说法遭民进党团中国国民党团否认 106年11月28日蔡总统在社群网站脸书Facebook表示 民进党政府不会用长辈受难的过去来做政治交换 我们会用行动证明一切 106年12月5日立法院院会经表决 完成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三读